郭同學喔 涉及詐騙案 目前遭到偵辦調查當中 我方對此表達不滿 你只能表達不滿 你實際的作為是什麼 那你展開了跨海研究了嗎 賴清德本來就應該負起 台灣跟中國大陸之間 重新建立溝通管道的一個 最重要的關鍵人物 每一天都在鬥 那想辦法國會也要鬥 大陸也要鬥 美國也不認你賴清德是台獨分子啊 因為美國就不支持台獨嘛 賴清德這個台獨夢 我覺得不如放棄算了 那不放棄也可以啊 你只是把台灣2300萬人 不斷的往戰場前線 一直push push push 賴清德口口松聲 每一天都在講他在反獨裁 最好笑的事情是 坐實獨裁的人是賴清德先生 哇我們的王伊德說 哇蔡賴清潔怕賴清德秋後算帳 當然沒有彌補 我們謝謝伊德 對對對這講得非常好 那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昨天賴清德到底在致詞裡面 講了些什麼 他有提到他肩負起 這個重要使命啊 我看了其實喔 倍感動容 人家在講啊他第一點他講說啦 守護國家生存發展 永遠的堅持民主自由的憲政體制 堅持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堅持主權不容侵犯併吞 這講到這邊好像都沒有什麼問題 你說互不隸屬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的想法應該都差不多 但是下一句話重點來了 堅持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 有2300萬人共同決定 我不知道是講啊 講這句話是 腦子進水嗎 還是覺得2300萬人都支持民進黨 還是覺得2300萬人都認為是信賴 都是走信賴台灣路線的 不是嘛 你要搞清楚狀況耶 賴清德你只有獲得40%的這個支持耶 所以怎麼會把2300萬人一起算進去呢 2300萬人代表說 你是百分之百總統耶 你最偉大耶 所以你在搞獨裁嗎 還是你要把所有2300萬人跟你綁在一起 我們是命運共同體 而要上黨 要上前線打仗的時候 所有人要跟著你一起往前走 是這樣的嗎 完全不合理嘛 那你說2300萬人共同決定來講的話 竟然要這樣講 也可以 那你有沒有聽聽 除了你支持你的40%以外的人的意見 反對你的人的意見 一堆人不想上戰場 結果你不斷的每一天透過你的支持 透過你的談話 刺激中國 挑釁中國 所以你是把中國大陸當病貓 只有你賴清德最偉大嗎 你這樣刺激仇化下去的結果 對於台灣人民 不是幸福的 每一個人都心生畏懼 賴神的旨意 要貫徹所有人的心中 但問題簡單來講又來了 真實的情況是 不是每一個人民 都買單你賴神的言論 這個是很現實的 修理蔡英文 對修理蔡英文 那再來就是說 他在第六點還有講到 繼續回到這邊講 他說保護全體國人生命財產安全 繼續長化國防力量 必須不斷的發展經濟 特別要和民主陣營站在一起 講到這邊也沒有問題 他說共同發揮力量 來阻擋獨裁者的輕舉煌動 到底你講的獨裁者 你是在自己打自己臉嗎 最獨裁的不就是你嗎 現在不就是民進黨說了算 賴清德說了算嗎 賴黃的旨意嗎 所以你現在是怎樣 你自己都不 講這些話你都不覺得 嘴會軟喔 對不對 然後想說如果能確保 在對等尊嚴的情況下 也願意和 對岸中國進行交流合作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啊 民進黨執政八年 蔡英文執政八年到賴清德現在 接棒了 兩岸雙邊有什麼樣的合作 在疫情之後 兩岸的觀光團就斷了線 合作了什麼 啊你每一天都在操妹啊 人家的工 每一天都在挑釁 你是要跟中國大陸是什麼 要低下頭來跟你合作啊 對不對 為什麼要 你不要仗著你有美國爸爸支持 你就可以為所欲為 而且也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是 美國這個國家也是自私自利的 他不是說挺台灣 就是挺到底 這沒有絕對 美中台三方的這個幹桿關係 他其實是一個 一個不小心 一個平衡失去了一點點角度的話 是很危險的 所以你像賴清德 你說他之後 你看明遠原本講說 今年年底說要過境美國 結果外交部協商了好多次 最後今年看來是無望 那代表是什麼嘛 美國對於賴清德的台獨言論 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他還是有所質疑 有所懷疑的啊 那當你講這些話的時候 反過頭來講 你站在中國大陸的角度來講 中國大陸聽得下去嗎 聽不下去啊 那剛剛講到交流這件事情 講好的層面是講觀光交流啦 那講不好的地方呢 我跟各位報告啦 最近喔台灣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有一個男大生叫郭宇軒喔 他在上個月的8月27號的時候 他入境到了中國大陸的上海 那沒想到他就失去聯絡了嘛 那失去聯繫了之後當然 郭媽媽就他的媽媽就非常的心急如焚 想說我的孩子怎麼了 我的孩子還好嗎 而且郭媽媽還一直嘗試的跟 我們的這個海基會 陸委會也好持續的聯繫 希望能獲得相關的協助 那結果沒想到 隔了快一個月 整整快一個月 就在昨天的時候 23號的時候 中國的國台辦 就發布了一個消息 我說這個郭同學喔 涉及詐騙案 目前遭到偵辦調查當中 那你說這樣的狀況 台灣這邊完全都不知情 那結果今天秋捶正早上 在立法院竟然講 竟然這樣講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來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來 秋捶正進一步說 基於無罪推定 確保當事人法律權益 郭姓男子進入上海一個月 直到台灣社會關切 中國國台辦才對外釋出 遭到拘禁 且中國有關部門 至今沒有向我方 與家屬進行限制 人身自由通報 我方對此表達不滿 你只能表達不滿 你實際的作為是什麼 那你展開了跨海研究了嗎 海基委也好 陸委會也好 有跟海協會 像嘗試的向國台辦 尋求資訊的一些往來嗎 先不管這個郭同學 到底在大陸目前 涉案的狀況怎麼樣 因為像國台辦放出的消息 是詐騙嘛 但問題是現在郭媽媽心急如粉 那你說台灣這邊 一直講說 我們要在對等尊嚴的 情況底下交流 你連這種司法案件 都沒有辦法 跟中國大陸有一個官方 正常的交流管道 那請問一下 那台灣類似的事情 在未來再次發生的時候 該怎麼辦 然後青鳥開始 那媽的 這邊最近應該開始 瘋了 瘋了似的說 那天中國網紅啊 也是去大陸也沒有問題啊 你看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 去大陸本來就沒有問題嘛 那為什麼你民進黨要操作成 好像台灣人只要踏到中國大陸 就會出事 就會被思想改造 就會怎麼樣 那我說嘛 回過頭來講啊 誰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就是賴清德啊 賴清德本來就應該負起 台灣跟中國大陸之間 重新建立溝通管道的一個 最重要的關鍵人物 那不然你當總統要幹嘛 當總統一國的元首 不就是要跟各國的關係 嘗試的 彼此的緊密 那不是就是應該這樣子嗎 啊結果每一天都要鬥 那想辦法 國會也要鬥 大陸也要鬥 反正對在台灣來講 反正我們只要在 民主陣營的夥伴裡面 跟大家講說 只有那些是獨裁者 我不是獨裁者 不是啊你講給同溫成廳 沒有用啦 沒有人會理你啦 美國也不認你賴清德 是台獨分子啊 因為美國就不支持台獨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賴清德這個台獨夢 我覺得不如放棄算了 那不放棄也可以啊 你只是把台灣2300萬人 不斷地往戰場前線 一直push push push 拿一個年輕人去問 誰想要上戰場 沒有人想上戰場 但是現在的國家元首 極竭盡所能的 為了貫徹他的台獨大夢 不斷地想要把台灣人民推向戰場 那你說這樣子做 對台灣人民 是好還是壞 那國民黨跟民眾黨該做什麼 我又回過來 我每次來講 不管講民進黨也好 我還是要回過來講 國民黨跟民眾黨 那國民黨跟民眾黨現在 如果換你們執政的話 你們跟中國大陸的這個交通 跟這個管道 真的可以重新建立起來嗎 這個互信基礎真的夠穩嗎 兩岸之間的關係 原本就是需要 各個政黨好好的去思考 那不是說我們每一天都在善效 民進黨怎麼樣怎麼樣的 國民黨跟民眾黨 也不用高興的太早 如果哪一天換成是你們執政的話 那你們又該怎麼做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лов